因为这个画面已经还原当时的状况 那大家也都看到 那个列车明明是停在站上 然后掉背才砸下来 但是车子又继续地往前开 这就奇怪了 难道这当中没有任何的警示 或说可以去预防 避免这次的悲剧发生吗 那终结因为说 这当中只有13秒的时间 意思是说很短 所以是无法去避免 但是真正算下来的时间 应该是至少有40秒 一串凶 这当中我们看到终结的说法 是在避重就轻 是在卸责吗 人员的部分是不是反应能力不及 再来就是那个所谓的 轨道的义务警示 是不是没有发挥作用 这个案子从卢秀燕第一时间出来 就全部推给了建设公司 就说把我们的车子弄坏了 所以我一定要惩罚 我一定要重重要求赔偿 好 这是他第一时间讲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塔吊的工程 在台中市政府交通局的网站 明确规范所有塔吊工程的装卸 装卸 都要提交通维执计划书 要求辖区分局 当地里长 辖区公所进行会刊 才可以施工 要施工之前还要填这一张 施工的申请书 施工申请书 请台中市政府拿出这个 这个塔吊工程 台中市政府知不知道 新复发再做这个塔吊工程 这个是第一个课题 第二个课题 这个东西掉下来之后 各位看那个影片 他车子到站以后 这个东西掉下来 各位注意看那一个随车人员 随车人员是几秒钟以后 才走出车辆 走出车辆 他的动作非常的特别 他只往后看 他只关心 有没有乘客上下车 门有没有关到 他就回到车上了 请问这个东西掉下来的时候 这随车人员是不是在车上 这个随车人员在车上的什么位置 他没有看到前面有状况吗 如果他看到前面有状况 第一时间车上是有这个东西的 这个是台中捷运车厢 像这个是第九号车 今天出事的是第三跟第四号车 在这个位置上 下面有一个紧急按钮 按下去车子就停了 这个按钮每一个车厢就有 各位现在台北做捷运 在高雄做捷运 每一个车厢都有 上面告诉你说不要乱按 乱按罚五万 所以没有人会按 只有这个随车人员应该要按 他看到这个状况没有去按 他只关心大家上车下车的美之后 他回到车上 刚刚这个影片说 这个台中市的捷运公司说 他有要去把那个控制盘打开 各位这就是控制盘 打开以后再长这样 长这样里头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这一颗按下去车子也会停 紧急的停止钮了 刚刚看到从这一个4秒到45秒 总共41秒的时间 这一个随车员是可以去处理这件事情 他没有做 他没有去按车上任何一个按钮 我们的捷运系统设计 都有防呆的机制 这是一个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全部由电脑 在行控中心在控制 行控中心有预警设施 行控中心里头将近100个电脑 都在观察每一台车 跟每一个车站 请问案发当时 行控中心的人在做什么 对 行控中心不知道 行控中心系统没有侦授到 行控中心要目视看到 那里有状况 结果没有 行控中心失灵之后 这台车 这台车要往前开的时候 今天人家问说 这个车往前开 难道不知道前面有状况吗 他说要撞到才知道 这是台中捷运公司的处长讲的 车子要撞到才会知道 可是至少随身人员看到前面都已经东西要被掉落 即使车子撞到车子的设计有问题 车子设计谁设计的 台北市捷运工程局 请台北市捷运工程局出来说明 当时为什么买这种车 台北市捷运工程局买了这车 这家公司叫Kawasaki 请Kawasaki出来讲 你怎么可以卖台中捷运这种壮盗 才会侦测出来的车 Kawasaki 全世界有名的车 这家公司出来跟大家解释 你为什么卖台中这种车 那我再请问新北 新北捷运黄转线 也是无人驾驶 台北捷运温湖线也是无人驾驶 台北捷运温湖线跟台中捷运 是同一批人设计的 如果台中捷运长这样 台北捷运温湖线 是不是也是撞到 那人员的反应显然是没有反应 该反应没反应 那再来就是说 那个轨道不是有一个 义务入侵的一个警示系统吗 整个轨道上面都是侦测器 不然怎么做无人驾驶 如果做无人驾驶 轨道上面没有侦测器 车子周边没有侦测器 那怎么会无人驾驶 难道我们台中市政府 要跟市民讲说 我们这台无人驾驶是这样 就是开出去 像盲死一样 弄到才会知道 旁边也没跟你说 旁边也没有声响 弄到才会知道 是这样吗 台北捷运局 新北捷运局都有无人驾驶 这两个捷运局的专业人员 也能出来说话 为什么 台中捷运公司大部分的员工 工程师都来自台北捷运局 都来自台北捷运公司 因为当时台中捷运公司 没有专业人员 都从台北市挖角过来的 不然就从高雄挖角过来的 这些人都可以同时出水 好 这个车上的随车人员 如果他的训练 他的训练 没有去控制 让这个车 这个手动停车 那他为什么有钥匙 有钥匙就代表我有训练 你可以打开按下那个钮 所以要嘛 公司没有训练你 你就说公司不叫我这样做 第二 我没做 就这样嘛 这两种可能的 有可能训练不足 反应不急 或说他怎么样 可能临时状况没有反应 有几种可能 对 那可是这也经过了四十几秒 行控中心应该也看到了吧 好 接下来事情发生完了之后 昨天中午停死 是谁叫他停死的 当然是主管机关叫台中市政府 监理机关叫台中市政府的交通局 所以你现在给我停不准动 那请问今天早上 是谁让他开了 那个土木结构检查完了吗 对 那个钢梁掉下来 控制轨道 土木结构有受准吗 对 结构是不是要检查一下 土木济师公会 结构济师公会 有进场检查完了吗 谁敢背书吗 第二个 这个事情一定没有解 是谁那么大胆 跟台中捷运公司公 套在那房车 他开出去 不用怕 谁 台中市政府 你要出来讲 那这样看 那个自动驾驶系统 是不是存在一些盲点 跟可能的问题 自动驾驶系统 各位坐文湖线 坐很久了嘛 新北的环状线 也坐很久 除非当时设计的时候 去设计了一个 很烂的东西嘛 当时设计了北捷 当时时任台中市交通局长 就是现在台中捷运公司的董事长 同一个人 请他在设计 请他在设计 买 现在营运也是买 所以当时怎样设计 怎样买 现在营运 自己营运的出事 这个人不用出来讲吗 总是要说明嘛 所以这些事情 零零种种加起来 台中市政府 要帮民众解决三个题目 第一个 他现在说 前面有义务 我们买乎 那你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在台中做捷运 前面有义务几公尺 你买买 几公尺你买买啊 你现在告诉我 150公斤你买买嘛 那几公尺啊 对预警系统 一公里外的 你有办法处理吗 还是八百 五百四百三百 你总是要民众 有一个心理有数 你不能说 農地才会叫 就第一个 第二个 当时买了这个车 到底是买什么样的车 台北捷运局要解释吧 台中的交通局 台中的捷运公司要解释吧 台中捷运公司出来解释说 对 我们现在接收到 就是这么拨的车 也可以 就是说清楚 台中市民知道 我们这台车就是谁做这样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这几天就是有人说不行 运安会现在已经介入调查 运安会介入调查 所有的真相都会大白 第三个 车上那个随车人员 到底接受过什么训练 我们可不可以相信 这个自动驾驶的列车上 那一个穿着捷运公司制服的 那个人 在我们有危急 自动驾驶失灵的时候 那一个人是给我们放心的 那一个人是可以去做一些动作 把这车子停下来 避险的 这些事情 台中市政府都要跟大家说明 对 的确